尼天兰德,大家好,我是曼尼天凯拉撒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师破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大师在昨天的开示中讲到了 36个宇宙原则中的一个叫 大师说在他之上的 比如说 这些都是超越人类的 可以洞察或者是 去体验的 即使我们在宇宙当中 这层面我们是无法捕捉的 但是伊术塔塔终于是人神连接的这个层面了 就是伊术塔塔的意思呢 就是神明 也就是说人怎么成为神明 或者人神怎么合一吧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这个的法则 大师说呢 这就要通过塔巴斯 塔巴斯的定义 大师在昨天讲呢 就是你突破自己的思维 认知或者心情上面的捆绑 这个方式就叫塔巴斯 甚至呢 包括意识的捆绑 这就是塔巴斯 大师在昨天开始的时候 给我们讲解了他自己的上师 对他做的一个灵性练习呢 通过这个例子来讲塔巴斯 就大师说在他十几岁 就是十一二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上师有三个呢 他们就是交流 要给大师一个灵性的这个过程吧 一个练习 但是这几个人呢 就是很少见他们达不成这个协议 不知道应该 就是没有结果 然后他们就四处的走动 然后去找其他的上师 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最终他们就是决定了 要给大师做这个灵性的这个练习 然后呢 这个就是要用一个特别的草药 然后呢 用他的力量呢 就是让大师的身体 就是基因的层面 变成无性 或者是高于性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的改造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但是呢 通过他们很多方的咨询呢 最后他们决定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做这个事情就是 他们邀请了从印度北部 圣城喀什 邀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上师 然后他也带着他的一个 一个至交吧 然后这个至交也是在这个领域 非常非常的有 声望的 就是他做这方面的 这个灵性练习 是非常专家的这样的 然后呢 一共是五个人 要给大师做这个过程 然后呢 这个草药 它是非常强大的 就是昨天大师在Ghana会议上 也让我们看YouTube 它就是 一个像根茎一样 很 不是很 很特别的 像根茎的这个 这个状态的这样一根草药 就放在 一根植物吧 就放在一个钢 一个生的铁条上 然后这个很粗的铁条 就断掉了 这样 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 草药 首先要尽放在这个鲜血中 然后再 放在这个男性的生殖器官上 三天 然后他的腰间呢 再扎一个九股的金属的 这样的一个链条 所以大师说 嗯 就这样的一个 灵性的练习 他的瑜伽师傅 二话没说 就直接把自己的手指切开 然后就说 用我的鲜血这样 然后他的呃呃 呃 Coupon吧 他的女性的那个上师 就把自己最珍贵的贴身的 对于女性来说 最有意义的这些 所有的呃 链条 就是比如项链这类的 全都拿出来 然后给大师做了一个九股的 这个一个腰链这样 就让他做这个练习 所以大师就是感慨说 我的上师们对我的这个 呃 这么呃 下功夫啊 就下了苦心啊 把自己的生命甚至都可以抛下 对他的栽培和培养 他说 如果今天你们从尼西亚南达这儿 得到任何的呃 就是受益吧 呃 都是我的上师的功劳这样 所以呢 大师通过这个例子 跟我们讲了他吧 然后呢 他最后就是又重新的宣呃 宣布 所有的从 认知思维和情感上 超脱出来的 这个 就是他吧 然后能够让你从意识层面 捆绑超脱出来的 就是他吧 所以像平常大师跟我们讲的 做流石 做放开冥想 呃 做圆满 呃 甚至是哼唱马哈瓦凯啊 做瑜伽 做铺子 呃 都是可以让我们从自己的捆绑当中 走出来的灵修的方法 所以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你一定要做 你一定要呃 呃 就是身体力行 让自己呢 能够扎根在人生当中去 真正的实践呢 就是不能只是眼高手低 你想要灵修 想要显化财富 健康人际关系 但是你不动手 不去做这些事情 你只是呃 来听或者潜尝辙止 那这样的话呢 人生没有呃 彻底的变化 那你也知道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鼓励所有同修 都能够非常扎根的 好好的呃 学习 好好的做事情 好好的做练习 好好的上课 好好的做志愿者的工作 这些都是我们的tapas 我们就可以有提升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哪能等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